每一天会发生什么事 谁又知道呢 去过的每一段旅程 开过的每一道风景都不见相同 如果人生说不如意十之八九 十 十一 十二 那又如何呢 老年化社会所需面对的各项课题 无论是被照顾者或是照顾者都该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在何库仁寿的支持下 致力于关怀长照议题 在携手十年之际 特别邀请知名艺人汤志伟与Juby康丽 打造哈喽呼叫新队友 沉浸式音乐剧 因为说老实话 其实我们在之前呢 其实并不知道有家总这样的一个总会 他们所做的事情 就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们开始第一次接触 然后他们才了解 哇 家总在这些年当中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对于是在照顾者跟被照顾者的这个区块 他们非常的注重 而且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就想说他们做了这么多年 再加上这个何库啊 他们也是长期大力的支持 将近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尽点棉薄之力 于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构想 就是一个音乐剧 沉浸式的音乐剧 哈喽星队友 我们在台北 台中 高雄呢 都分别的演出 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音乐剧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来到这边呢 就例如像家总所做的 喘息咖啡一样 来这边能够放松听听音乐 然后同时也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 同时把这样的一个温暖跟爱的讯息 传递给更多的人 家总在这些年做了许多的事情 包括喘息咖啡 在许多的咖啡呢 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些 让这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有个机会可以放松 那也同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 这样的一个原地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取材空间 所以我们就选择 类似喘息咖啡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咖啡厅 叫银河系咖啡厅 在这地方所发生的你我之间的这些故事 变成音乐剧的演出 那为什么叫银河系呢 为什么不叫别的系 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们在地上的人 在地上的生活 其实很像 有人说 那个天上的星星繁多 宛如在地上人间一样 所以 那个在银河系里面 当然会有宇宙中很多的 什么流星 什么星 他们互相的碰撞 其实那感觉不是就很像我们在地上的人的生活吗 动不动有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周遭 也会被朋友同事 我们都与人有互动 可是也常常有一个不小心会有一些碰撞 其实所以我们就借由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 他心里面的心路旅程 好像他在一个大宇宙一样 然后他不断地被冒犯 不断地被冲撞 所以 以至于就是说 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描写 来看我们地上人的生活 所以其实是很有趣 很崭新的一个话题 哈喽呼叫新队友 透过沉浸式音乐剧体验 带领观众感受剧中宇宙新家人关系 尽管面对各种挑战 在互相依靠下彼此守护 人生也可以不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这次比较特殊 我们不是在一般的这个剧场 镜框式的演出 我们是360度 这样观众围绕在旁边来领场来观赏 那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你进入到咖啡厅一样 你看到旁边所发生的事情 好像跟你周遭是非常有亲近感 感觉是非常近 而且故事也是说自己本身的故事 我想就是打破这样子的距离 让自己能够更亲近 有点沉浸式的方式来 这个观赏我们这出戏 所以是蛮特别的 是一个跟往常不一样的一个戏剧感受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是能够最容易传达 我们心里面的所些这些的想法 我们这一次其实这样的一个作品 沉浸式的一个剧场的演出 甚至于说舞台就比较打破过去 以往的镜框式的舞台 就重点在我们的表演的作品 或生涯当中 这也是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尝试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当中好好学习 然后我们希望借由观众给演员也好 那种当下最立即的感动 然后我觉得这对演员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崭新 而且很过瘾的一件事情 台北场音乐剧还特别邀请客宇金曲歌王罗文宇 担任说书人角色 家人曾经离爱的他深知照顾者的辛劳 希望这出戏能够传递正面能量 我觉得那是需要承担很多的压力跟重担 可是我觉得对于照顾者 我觉得不能失去盼望 也不要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因为我自己的哥哥也是在几年前 因为癌症 然后后面特别在半年那段时间 我也常回去看他 不要说照顾半年 我光回去照顾他两三天 而且是间接性的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更何况是长期照顾者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尾声跟付出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然后我觉得在生活 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演出这出戏一样 可能会有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 可是我觉得你要用乐观 拥抱爱跟希望去过每一天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透过这个细微希望带给大家 传递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能量 演出会场和固人寿 特别针对照顾者情境 制作可互动的装置艺术生活策展 共有五个展区 生命曲线 呼叫新队友 生活投影 守护零件 照顾神算 透过互动体验 激发新的思考方向 同时提醒民众善用长照资源 并储备好自身未来规划 才能在照顾家庭及生活上 容忍有余 创造生命的各种可能性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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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